男人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但好在老太及时解释那里面是自己的孙子 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再加上老太的孙子吃喝都躲在那间柜子里 也影响不到自己骗老太的进度 因此男人便没有在意 然而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立马对老太进行了洗脑 果然老太对此深信不疑 紧接着便准备回屋去拿存折 而趁着老太离开的间隙 男人迅速对房间的每个角落都进行了搜刮 果然最终在一个仓库的盒子里 他发现里面放了一大卷钞票 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给冲昏了头脑 紧接着便塞进了自己的衣兜里 可因为做贼心虚 就在他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自己却一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更糟糕的是 手机也掉到了衣柜的跟前 来 他意识到这是老太的孙子在捉弄自己 于是二话没说就追了上去 可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 一溜烟就躲进了衣柜 可下一秒 眼见小孩不肯归还自己的手机 男人一气之下便冲了上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太的孙子明明只有两三岁 然而力气却出奇地大 谁知就在两人争夺手机的时候 一张人脸却突然掉在了地上 男人被这诡异的一幕吓了一跳 因为这时他清晰地看见那个小孩 居然没有脸 他明白自己这是遇到了脏东西 紧接着二话没说就冲了出去 可不凑巧的是 他却迎面撞上了去拿存折的老太 更倒霉的是 此刻兜里的钱也刚好掉了出来 男人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 于是立马将钱还给了老太 紧接着头也不回地就冲了出去 直到男人成功跑出屋子后 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男人的身后却传来了东西摔碎的声音 结果等他转头一看 那居然就是自己的手机 男人心想这孙子还怪好嘞 还知道把手机还给自己 然而就在他朝老太屋子望去的时候 阳台上的那个孩子 居然又将脸给重新沾了回去 直到最后一刻 他终于想起这张脸 好像在哪儿见过 他终于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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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想起来